不只是台湾冷嗖嗖 根据中国大陆的气象预报 入冬以来的最强寒流已经形成了 包括首都北京 气温预测会下探到零下15度 而在黑龙江的部分 甚至会出现到零下45度的地温 看看这条裤子直挺挺着站在雪地中 黑龙江士兵将洗过的迷彩裤 浪在雪地中 不到五分钟就冻成了一条铁裤 还有学生直接把冰裤当成冰刀 在宿舍内即兴表演裤子切黄瓜 高压电塔变成大冰柱 电线全被厚厚一层冰给包覆 这里是大陆湖南 当地正面临零度以下低温 工作人员的睫毛甚至结成冰 冒着低温和时间赛跑进行农冰作业 半王级寒流侵袭大陆 多做城市气温 一席间奏降十至十六度 北京最高温更只有零下一度 冷到怀疑人生 大水分杯的北京街头 一点人影都没有宛如孤城 另外有中国北极春城号的黑龙江 更迎来入冬最低温 黑龙江大西安岭湖中区冷到冒白烟 最低温度达到了负44.5摄氏度 是今年入冬以来气温最低值 民众带着热水朝向雪地里泼洒 空中瞬间画出一道道凝结成的冰冻湖形 同样冷到崩溃的 还有内蒙古 好几颗羊头露在白茫茫的雪地中 这不是打地鼠 而是因暴风雪被埋在雪地里的羊群们 大陆气象局发布寒流橙色预警 全境在28至31号期间极度冷冻 其中广东目前气温约25度以上 但29号开始将极冻至4度左右 整个冷空气会从大陆的地方 很明显地往南冲 大概到30号31号 整个降温的位置就会冲到台湾的附近来 所以说整个大陆上所谓的霸王级寒流 它会很大幅度地往南压 寒流冰封大陆全省 进而影响台湾 几天后的跨年夜将迎接超强寒流 务必做好保暖 东森才能说成林余佳豪 终后报道